各位網友大家好 想不到早前有日本遊客 去完深圳玩之後 就發文網上發文 簡直好像兩個世界一樣 香港和深圳 覺得深圳現在真正得無倫 不單止日本人都是這樣的 其實你只看香港也知道 我們這麼近 一而之隔 竟然令很多香港人一上去玩 哇!很驚訝!很新奇! 很出奇蛋!很棒! 有比較傷害之下 大家都覺得北上消費才是明智的選擇 這次也說了 有一位台女來香港玩到一肚子 就說了 這樣做我真的不來 反而她去深圳玩很開心 又是來死了 那為什麼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看看究竟她發生了什麼事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 大家說 是不是打鐵趁熱呢? 反正也是 香港和深圳互相比較 玩完香港玩深圳 然後覺得誰比較好玩 你們呢? 你們有沒有試過呢? 看看這位港女 有什麼樣子 其實 疫情前 或者 早十年前 十年前 大家都很喜歡去台灣玩 很多人都喜歡去台灣玩 但是 我記得我身邊的朋友也是 快 乘飛機過去 幾個小時就到了 那時候經常說一句話 香港塞車 糟了 我從香港飛到台北 你隨時在不知哪裏塞車 還沒出去 有這樣的說法 塞車上來香港 都可以很恐怖的 你到了台灣嗎? 你到了台北嗎? 我還在經常出來 塞車 或者不知道在哪裏 屯門公路 直舉來開玩笑 所以有人就說 那時候放假 我身邊也有 有朋友也是 星期五六 那些日子 他們就整轉短程 真的很誇張 那時候 很瘋 倒塌那麼早 乘飛機去 甚至乎 一下班去 去到台北吃個宵夜 到地吃點宵夜 玩玩玩 然後星期六日 星期日回來 又快 其實 除了香港人喜歡去台北玩 台灣玩之外 也有台灣旅客 也很喜歡來香港玩 因為大家夠近 這樣的 其實也是文化互相有些影響 你們香港也有很多電影 這些對於台灣的影響也很深遠 所以為什麼會讓很多台灣人來玩呢? 近日出現了 一件事件就是 這位台女在香港玩到 鼓氣 鼓氣 什麼事呢? 我們先看看 他在PTT 發文表示 他說這幾天 帶著另一半到香港和深圳玩 在香港玩到一套火 好了 為什麼呢? 什麼事呢? 他指出 香港人對白人特別客氣 但是歧視黃皮膚華人 哈哈哈哈 哪有啊? 你不要老屈啊 大哥 你香港找個客人都難了 你就是客人 都當你是貴賓啊 不過 這件事呢 是我想像的 有人說根本都不是 唉 跟香港的根本文化 你說 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罵鬼 有這麼多內地客人罵鬼 香港人 出去做皇帝 消費是皇帝 是嗎? 當然啦 我花錢嘛 顧客是對的嘛 這個是理論上是對的嘛 畢竟我也是客人 你要招呼我的 但是你看看香港做生意那些 他又反過來那種文化就是 喂 你 我給你光顧我啊 你應該要多謝啊 你反過來的 他就是反過來的那種態度 喂 你做老闆啊 請求你客人而已 我是老闆 I am the boss 一副羊羊似得的樣子 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你來消費 不是我感激你 是你感激我 我給你進來我餐廳 你有機會能夠試我煮的食物 這樣 反過來的 你受我氣 感覺上 每個人都是藝術家脾氣 餐飲業就是擁有一種藝術家的脾氣 我喜歡招呼你就招呼你 不招呼你就走開 好像貓一樣 真的啊 很奇怪啊 所以你正常每個人都要輸尊降貴 就算你賺到多少錢也好 你很旺也好 你永遠都是代客之道要有的 不是的 香港那些一賺到錢 就做了生意 一出名一點點就開始來的 那副脾氣就出現了 很輕香嗎? 你來光顧我 我帶客人吧 可能老闆有些心想是這樣 所以就搞到這樣 不是只是我在無限聯想的 我們看看這位台女 他就說這樣的 歧視黃皮膚華人 其實我覺得也不太有關係 現在應該沒什麼 他說 餐廳服務很差 卻收服務費 服務生放東西 用丟的 丟的 大家明白嗎? 大家明白嗎? 說什麼? 整碟東西飛過來 不是的 西餐那些 你去過西餐廳是這樣的 人家的視應 左手 翹在後面 右手捧著一碟東西 扑扑扑地過來 先生 你的牛扒 medium rare 這樣 這樣 很禮貌 很溫柔 令到你很舒服 你不是的 有些是 以前我年輕人也是 我都說 那時候讀書的年代 去那些茶餐廳 可能見我們學生哥 那些茶餐廳的夥記 又是 懶得玩得 用手指插在杯子上 那些茶杯 那些所謂的茶杯 那些茶餐廳 小孩子很大粗口 那樣子 然後說 不行啊 那吃什麼啊 然後還可以玩 大家當作玩得 但我們有時候 對著我們沒什麼所謂 其他客人聽到 覺得你很粗魯 吃完之後一直說 這些真的不需要說 大家都心照了 另外就說 酒店很貴 品質很差 商人房一萬一千元港幣 酒店超級老舊 空間少 櫃桌服務非常之差勁 臭念 口氣差 口氣差 我覺得 就不是說口臭的 不要誤會 口氣差 即是說到那些語氣很差 不是他好像吃了糞 想起了 吃了糞了嗎 你說的這麼臭 連證件都用丟 這一位台女 就說在酒店 越想越穿起 於是兩個人 就提早去深圳玩 直接訂酒店 他說事後證明 這個是正確的決定 他表示在深圳的酒店 只是四百多元港幣 吃東西比香港好很多 價錢亦是香港三分之一 重點就是服務態度非常好 他不禁慨探 除非你本身有秘藥狂 否則你也不要去香港玩 嘩 說到這樣 但是此貼一出必然有火 很多網民都贊同 去過一次香港 就不會有第二次了 香港本身就很難玩 不是很難玩 是很難玩 去過一次就想回家 骯髒 骯髒 擠逼 野季服務差 除非你本身天生 想被人罵一頓 否則你也不會去香港 他說香港以前就是這樣 服務態度莫名地租 他說深圳各方面都贏了香港 現在深圳比香港好很多 但是也有人說 沒有說到你這麼差 有人說去年去過 服務好很多 現在香港的服務好很多 不過深圳還好很多 有人說很明顯 要表現自己是台灣人 他的態度會變得超級多 這樣又不行 你說這句話 滿大歧視 什麼意思呢? 我們香港的服務業 戴著眼鏡 你從哪裡來的? 其實現在也是 尾尾道出一個很實在的例子 告訴大家 無論這件事是真的 其實某程度上也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 回到深圳消費 甚至乎 你連遊客 你現在看得到什麼呢? 你這樣搞下去 就是香港幫這個深圳 舉起了深圳出來 因為你的差距大 經常都說反差 舉例 你做姊妹 或者你做新娘子 你也找些姊妹 你做主角 你當然找些姊妹 不會比你漂亮 現在的問題 香港的東西貴 是貴 一美貴 性價比不上 的士又說加價 你加價不重要 有人說你不要每次都兜牢 500元 你真的每次都當遊客死 你都習慣了 難聽你說的就是劣根性的問題 是劣根來的 真的 你不是說要你 是不是像別人一樣 一日十足九頭 被罵都不反擊 不是要你做這件事 你反過來 你外國的餐廳也好 或者你世界各地的餐廳也好 你也會的 內地也會的 你搞事別人也趴你走的 不是說要你做到完全是臨線到 被人掛在你面前掛你的臉 你都笑騎騎的 不是要這些 但是 起碼要有基本的應有態度 太高傲了 你做餐飲業的 你放下不了自己的身段 做服務業的那一刻 放下不了自己的身段 你那一刻 你真的要招呼別人 你就真的要給點心思 去服務別人 這是事實來的 你說不是 臭皮器難受 你老實說 現在什麼年代 周圍都有些臭皮器人 每個人都放在網上 在網上公審 你內地那些多少 轉頭被人拿出來 然後被罰鬼了 很多人在 其實 為什麼現在會弄成這樣 大家都覺得 嗯 在香港玩 是不是真的很受氣呢 少了 少了很多 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奈何 始終 習慣了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真的在這個自由行亂代 那時候 形成了這一種的服務態度 某程度上 都是 或多或少有 因為那時候真的不休做 他不休做那種 就自然出現了氣炎那種態度出來 他根本不需要二禮代人 他不需要那麼服務態度好 都依然一堆人摸來吃的時候 我用什麼要看你們的臉色 夠時候受夠了 你一氣 經常說要今時今日服務態度好 現在 賺了兩個錢 很威風 所以 其實是一種扭曲的心態 這個 所以大家也要去 深思一下 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原來 在這個文章 還有一些網友認為 預期去香港受氣 不如留在台灣玩更加值得 他說身邊有很多人都寧願去 自己去台灣 穿州過省玩 都不去香港玩 他說早就不去香港了 台北、台南肯定玩更好 他說一年去過香港 嚇倒了 那個時候就 不像我這樣說 是不是 那個時候自由行 很黃金的年代 每個人都 嘩 真是扑到進去 根本做到 都踢了腳 你都 那些人 那些人 所以他就感覺 這些就是習慣成自然 他還想著 還會有這種 輝煌的年代 其實 現在大家都 很 很賣服務的 你想想日本 日本那些 沒有日本 深圳那些 內地那些 是會有 我都說有 但是 普遍來說 他們 其實你要想一件事 顯示得你專業 這些才是 是一個這樣的環境 你以為深圳 現在少港人走 嘩 我看到他們都辛苦 做得 招呼香港人 你以為野小嗎 大家心跳 這些事情 是吧 他們也是 繼續笑 笑騎騎 繼續 是 歡迎光臨 各位 這邊 他們是做回他們 應有的水準出來 你說 喂 他們找得很多人工嗎 我相信有人說 找得人工少是這樣的 別人人工很高嗎 幾千元一個月 他們不是做到職 這樣 他們 為甚麼 因為他們很向上 公司生意好了 他們自然就分成多 提成多的時候 他們就代多了 其實這是一個循環 但是奈何 其實你看到有時候 香港是這樣的 老闆賺錢的員工 是不能代的 是這麼多給你的 硬挖是這麼多給你的 慢慢形成一件事 就是做36不做36 甚至乎 就是說 我為甚麼要這麼辛苦 跟你拼命呢 我為甚麼被客人罵 我也是代這麼多錢 分分鐘還要給你罰 所以其實這件事 是某程度上 一個人性的體驗 你看得到 你在香港打工 簡直是 哇 有時候有些人說 要帶著老爸老母上班 很慘 這個 也可以看到 要慢慢改 要不然 你遲早得失所有客人 沒有人來的 連自己本地客人 也一點都不光顧 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希望 台女這件事 只不過是個別例子 也可以這麼說 香港有些服務業 真的做好了很多 但是仍需要努力 希望下次每一次 有些女客人 能夠在網上寫的東西 就是說 香港服務好很多 那就值得下次來玩 好 今集成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